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單手反拍的部分 那如果你已經看了正拍的影片的話 那我們單手反拍一樣會以差不多的方式進行 那首先會請你球拍放在反拍的位置 然後去找到擠球點 那原則也是一樣 就是擠到球的時候要注意自己球拍盡量要垂直地面 如果不知道我在講什麼的話 這樣子是垂直地面 那這樣子跟這樣子都是 這是拍面打開 這是拍面關起來 那我們擠到球的時候都要盡量是垂直地面 那一樣會以三個方式進行 第一個就是先把球拍放在旁邊 然後去盡量擠到球拍的中間去找到擠球點就好 然後第二個部分除了找到擠球點之外 除了找到擠球點之外 我們還要做一個Follow Through的動作 所以會有點像這樣子 那第三個就是加上Unit Turn Unit Turn就是整個側身過來 然後再做一個完整的揮拍動作 好那我們先示範第一個 找擠球點 那一樣要注意的另外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擠到球除了一定要垂直之外 盡量在球最高點 或者是最高再快要掉下來的時候擠到球 好那我們先試試看 那接下來是第二個部分 那接下來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除了擠到球之外 加上一個Follow Through的動作 我會整個側身 那最後一個就是一個完整的揮拍動作 我會整個側身 然後再把剛剛的動作連接在一起 那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話,我的腳一定是一直靈活的 你在打網球的時候,一定要盡量讓自己的腳都像我剛剛那樣靈活 那單手反派的部分就先到這邊